今天呢,我们来到了Andover Andover是一个小镇 人口不多,地方也不大 所以整个Town Center其实挺小的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是政府推荐Eat Out to Help Out scheme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就决定到Andover这里看一看 找一间餐厅去支持 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会重点介绍一下什么是Eat Out to Help Out 好久没吃印度餐了 所以我们就达成协议 找到了一家印度餐厅 这一家印度餐厅呢 它就位于Andover非常中心的位置 所以你把车停在任何一个停车场 走路过去呢5到10分钟 所以非常方便 跟大多数位于英国的印度餐厅一样 这一家感觉上非常西化 就是已经被西方化了 所以它的辣度 它的煮法 可能都不是纯正印度Curry的煮法 值得一提 英国人呢非常喜欢Indian Curry 他们甚至还研发了好几款 好像Bouty就是在博明汉被研发出来的 这个是泡沙汁 洗一下手才能吃任何味道 这一家印度Curry的煮法 是在博明汉被研发出来的 这一家印度Curry 是在博明汉被研发出来的 这一家印度Curry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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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好像season的不够 但是其他的dish已经是味道很重了 所以OK 这一个很好吃 它里面是有馅料的 然后是甜的 它有椰丝 很好吃 吃完了 今天我们叫的挺多的 有鸡羊 还有Starter 这个Starter它有各式各样的肉 主要是烤的 然后还有饭 还有一个Nan 现在吃的非常饱 整体来说呢 还可以 但是 我会说只是中等 因为最近工作的关系 我一直北上 我找到一间非常好吃的印度餐厅 那一间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它价钱非常公道 所以这个是跟它没得比的 但是已经很久没吃印度苍了 所以出来过一过瘾还是不错的 它今天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还挺多人的 但是现在很迟了 差不多要10点了 我们也比较迟出来吃 所以人就很少了 它餐厅自己本身也不是太大 还可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知道这里有一家Undover的radio station 之前这里是挺多电的 但是也关了不少 好多电呢 是还没发生这个COVID-19的时候就已经关了 所以也不可以用那个做一个借口 但是我这里有认识一个在Council做工的朋友 他就说这里的租金太贵了 而且人流量不是太多 所以很多就选择搬去其他地方 或者接业 现在是8月嘛 这个月呢 你会看到我们出去吃的挺平凡的 因为英国的政府呢 他推荐了一个新的scheme 叫做eat out to help out 就是很多这些餐厅 他都是刚刚又开始开回嘛 所以需要人流量 所以政府呢 现在就自助 你吃东西的话 政府自助50% 然后他把这个cap在10磅 超过的话你就要自己付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挺便宜的 所以我们会就是支持不一样的restaurant 今天呢 我们就去了在我们住家附近的 所以从Andover开始 然后之后呢 还会陆续就是去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带你们去看一看 英国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好 好 刚才我们是用同一条路嘛 走进去的时候呢 天还是亮着 现在天已经黑了 是时候回家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下一个影片 再多介绍其他的爱的景点 或者美食 好吧 回家